謝謝王副師 謝謝張教授 謝謝王副師 謝謝張教授 非常精彩 在分享裡面也看得到說 真正在民間的 業者 從比較政策環境 社會環境的角度來看 也自己蠻多人在升任的 當然今天很重要 就來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們是怎麼在 社會創新 綠能永續 共享經濟大比提供上面 在努力 我是WiMoCEO 其實WiMo從 2016年正式成立 我們其實在台灣 在雙北跟高雄的區域裡面 有將近7000輛的測量 在零運區範圍內 可以在路邊為大家 隨時 20小時隨時租用 然後透過手機 想要問一下在座有期過的可以舉手嗎 OK 很好 感謝你們的支持 所以我們在 大都會區的滲透率 其實是因為我們有將近100萬 以上的用戶 是實際的實名制的 因為他有駕駛資格的驗證問題 所以回到最早 其實我們在 最早Day1在創立的時候 其實在我們觀察到的整個城市 我相信也是大家 非常熟悉的生活的現況 人口越來越都市化 人口只會在 MegaCity裡面 就會一直越來越多人 不管是因為生活的便利性 或者是因為 Community 或者是相關的 工作機會的聚入 所以人口越來越都市化 雍舍的交通 因為大家 在這個 十一駐育樂 需要透過移動 所以大量的交通 必然在這個 大量的人口的城市裡面發生 就會產生的很大的 紅氣的汙染 然後還有另外就是 我們也觀察到在這 薪資的 緩慢的增長 那在這個大的環境前景下 其實我們觀察到了 就是有沒有任何一個可能性 是我們可以來做這個 從創新創業的角度 然後去改善我們的環境 然後提高我們的產業的價值 然後因此帶來一個 新的世代的一個 新的商業模式 然後讓這個 臺灣所有的 新的年輕人 都有更好的服務的品質 甚至是看到了一個 新的希望 所以這個大的邏輯裡面 其實跟這個2015 2016 其實是共享經濟的起飛 我相信這很多的背後 會有很多不謀而合的 這些重點的援助 剛才也都有講到 人口爆炸資源不足 然後消費者在 金融風暴後的進來細算 然後消費者對於這個 價值的認同 甚至是因為網際網路 大家認受一支 這個行動裝置 然後可以很輕易的 透過Internet 去 access到他們想要得到的資訊 跟去使用他們想要的服務 所以這樣的環境的背景底下 所以我們看到了 如果台灣我們從一個切點 那這個切點叫做 機車的改善是有機會的話 那我們認為是一件很好 謝謝你們的事 在台灣呢 2300萬人口裡面 有1400萬輛的機車 當然每年大概就維持60到85個 最高這幾年的 我們確實上 90幾萬的這機車的銷售 那從2015之前 基本上是全燃油車 那燃油車 當然就是一個 在座從小到大 可能很熟悉的一個運氣 但隨著實在往前進 大家也看到了 整個地球 也不只在台灣 看到了一些 相關化石燃料的運氣 所帶來的環境的衝突 這個碳排所導致的這個溫室氣體的增加 然後導致氣溫的上升 等等這些負面影響 所以我們認為 在這個2300萬 擁有這麼高密度的機車裡面 應該是一個很好的切入和創新的機會 然後更重要是這1400萬輛的機車的擁有 其實每天的使用時間 是約當是4% 一天20小時裡面 其實經常性的使用時間 是約當是30-30分鐘左右 所以為了20-30分鐘的移動 但是剩下的23小時 其實大部分的機車都是在協制的 所以共享它會是 我們認為一個很好的機會 是讓消費者 他今天是要 他真正擁有一台機車是為了移動 但移動的便利性如果夠高 是不是真的要擁有 那這件事情 我們在這個共享的運氣上面 就產生了一些新的想法 那當然我們的第一步是 從大臺北地區開始下手 為什麼 因為我們回去研究了一下 在1997年 其實雙北的機車總數 就390萬輛 390萬輛的汽機車 那到了2016 這個段段十年的期間 其實台北加新北的汽機車總數 已經接近500萬輛 現在應該是已經突破500萬輛 也就是在這麼小 其實這個都會區的範圍 當然他有這個人樓居住在慢慢長大 但他其實以地域來講 Geography 他其實沒有在長大的 但是在這個這樣子的 相同的居住地區裡面 擠進了更多的更大更大量的運氣 那這個城市裡面的交通 必然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那當然很大的問題 代表後面如果有一個好的方案 然後去提供可以去解決這個城市交通移動的問題 我們認為是一個很好的氣質 那當然剛才那個教授這邊也有聊到 就是這個交通運氣在這個碳排的排放量 在台灣在12-14%的月檔 大概占到第二 但第一名的還是工業的大量的碳排 但這個會由工業這邊來去做幾句 那我們看到的是 從消費者端可以帶來的改變 那運輸的這個企業裡面 以及全球可以看到從1850年 我們看到溫濕氣體平衡氣溫的上升 上升的這1.2度C 對我們的環境是一個非常不可承受的 那當然往後啊 這邊其實說的這個相關的 不管經濟學人也好 或者是相關的這個 國際大臣的這個媒體 或者是相關的研究機構也都可以 預判未來 如果我們現在不做事 那會變是什麼 就會像紅色的那個一樣 這個整個碳排量的倍增 然後到了一個失控的狀態 那當然目前的政策的推算 那在這個合理的範圍內 可以怎麼樣去達成 那當然這個實際上 我們對這個地球跟環境的承諾 也就是這個每天都會召開的 相關的這些工業組織裡面 其實我們承諾的是在下面這個單身 所以老師這邊在講的 我剛才從老師這邊來的角度 其實可以看到 政策面跟上我們的承諾 其實還有很多要努力的 才可以加速我們說 對這個環境的承諾加速得到 可以讓這個地球是可以面 這個氣溫上升所帶來的相關的部門影響 那這個是那個 里奧娜盧蒂里奎 就在這個洪水來理解 那他在裡面的時候 其實他說 他講了一句話 這個當然 這是當時候的一個定義 其實非常非常 呃 非常在這個 National Geography裡面 其實他講一句話 他25歲的時候 被要求去參加了華盛頓的地球日 那當時呢 這個美國總統 呃 在有機會拜訪美國總統 在地球上話 其實當時大家就知道了 所以這個是數十年以前的事情 那所有人呢 都盡可能在這個 呃 在地球暖化的時候 盡可能做到一些簡單 可以配合的動作 叫換能跑 但是 呃 在這個 他在談這個洪水來理解的時候 發現 其實我們在地球暖化的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知道這個問題 但我們行動模式 如果還是停在過去 可能在我們想像的能源的使用 是在那個過去的做法 其實是非常不夠的 也就是如果我們在2050年 希望達到精靈碳排的這個 這個最大的對這個環境的地球成果的時候 其實我們必須要更積極的行動模式 所以為什麼 在這幾年很多人在這精靈碳排裡面 有更多更可以落地的實質的方案 甚至對企業方對產業方來講 也看得到投入這樣子的行列 可能是呃 在商業的動機上都是可以滿足的 我相信會越來越多 一起加入到這個行列裡面 那在使用地球的資源之裡 那一樣可以做好企業 該有的這個 呃 持續性的 可以營利 但是卻對地球產生了一個很強壯的一個承諾的行動模式 那WiMOS FOOTER 以上講那麼多 所以在這個大的環境裡面 WiMOS FOOTER 在這樣的2016的時光飛行底下誕生 那我們是綠能載具 我們現在目前的車隊 7000台全部都是電動機車 也就是我們是沒有任何的這個廢氣的排放 那當然這個也沒有任何噪音的產生 非常低的噪音產生的量 相較於傳統的來流車 那這樣子的綠能載具 然後隨時的租借 因為有智慧型手機 大家每個都可以直接透過手機 集鑰匙的方式去做到隨時的租借 在合法的空間裡面去做租還 那這個邏輯裡面 其實我們以永續為目的 我們希望這個模式可以讓消費者從油轉到電 從自由轉到共享 所以這個是很重要在支撐 我們在這個business發展很重要的兩個大的趨勢 從油轉電 從自由轉共享 所以我們這次以非常利益良善的 有序為目的的去思考 然後這business本身就是架構在這樣的邏輯下去生長 那對消費者他今天不一定要擁有 但是他想要的lifestyle 他需要一趟移動去到他想去的地方 屬於政府 我現在自己的新世代的消費族群 特別喜歡的這種共享之間的模式 那租代替購買 提到這個替代使用力 其實提升這個 我們自己在看 就是消費者其實 只要我每投出一台車 其實可以替代掉15台的這個實家車 很多研究都有做 所以15到20台 也就是如果整個城市 如果以全台灣作為一個test case 或一個test bill 如果這個替代率是成立的話 1400萬量 可能最終我們只需要這個 100萬量的共享用具 他可以服務我們 可能這個在杜惠區的大部分的需求 所以這個替代率其實就是 我認為是永續裡面很重要的一個 我永續共享所帶來的這個禮拜裡面 很重要的一個 一個magic magic 的一個 margin 那創意開始當然就是從這個每一台機車 開始研究 這台機車 我們可以 不只他是電動機車 我們可以知道他在哪裡 然後他在什麼狀態 他現在是客租界的東西 然後消費者可以找得到他 那到這個創辦人 Jeffrey也是個非常好的 partner 那其實他也是在創辦的時候 其實也是當時啊 其實如果不陌生 也在大台北京區其實也看不到就是在 當時其實台灣的all buy 已經 已經在這個經營上 在台灣其實已經不再投入更多的資源 那很多的all buy 就像這個 撕痕片也一樣 在這個城市的很多角落裡面 去造成我們城市的環境的這個 這個 亂象 所以我認為這個 我們的day one的承諾 我們在營運上其實是非常紮實的 而且非常勇氣 希望我們其中的策略的鼓 是非常到位的 所以我們在營運上的苦共 從day one開始其實就是 非常下族的這個權力 一直走到這邊 所以消費者過去的夾住夾還 夾住夷還 但現在呢 基本上是隨處的 unty man的 隨諸隨懷 20小時不需要接觸 然後直接透過手機 任何的這種 行動的支付方案 然後一分鐘的計費方式 那就是可說 create出這個亞洲 算是第一個很重要的一個 共享經濟的一個領導品牌 那六年北極下來 7000台的機車 百萬的會員 超過 已經這個應該到1.5億的騎乘公里數了 可以想像到 這1億的公里數 可以 1億多的公里數 如果都是變成是燃油 燃油車的話 它的碳海其實 約到是電動機車的兩倍 但是這個 為什麼聽起來只有兩倍 因為我們用的電影現在還不夠乾淨 所以在電影的subscribe上面 我相信還有很多在進步的空間 那這個 有私有機車多 50%的使用率 因為私有機車 可能每天上下班 買東西三到四趟 所以我們基本上 經常其實是這樣的使用率 可能兩倍以上 那碳排 基本上我們每年大概 降低了大概四五千噸的碳排量 這個是我們已經在路上的機車可以帶來的這個效果 所以我們相信這個 我們自己的品牌 然後就是這個品牌主張 希望跟消費者是很好的連結性 共創這個城市的環境的改變 然後讓大家在每趟的騎乘 甚至因為有的WEMO 是舒適自在的 那我們希望每一趟的騎乘都是很被要求的 可以想像得到我們每一台車 每兩天基本上都會在整理一次 所以我們的整潔度也好 或者是我們在這個 這個安全帽上的這個 光獎味道也好 為什麼可以跟其他的競品 會差異非常大 希望我們每兩天 在車內的清潔跟整潔上面 是就會通到一次車子 所以這都是非常 仰賴我們很大的後勤團隊去威力的 所以我們需要讓這個城市 改變城市的樣貌 讓城市生活變得更美好 然後透過這個車聯網跟大數據 讓消費者可以更快的去體驗 讓這智慧引動 讓這個城市在進化 所以一步一步我們讓消費者去 如果大家在騎乘的時候 有感受到這個 那我認為我們算是有一點一點 小小的成功 那當然剛才有講的就是這個 這個氣味的部分 我們還是不斷的再去進化 所以我們有更好的這個材質 讓消費者的這個意味感 會不斷的在降低 那另外這是我們在去年 就是我接任自由之後 就是其實很重要的一個 我們就要跟消費者的關係 能夠改變 我們現在有這個推出Wimopass 一個月99塊 三趟20分鐘之內 都是包雷的99塊裡面 都是免費期的 那我們還有更多的好康 是可以提供給 在這城市生活的消費者 那我們的概念是什麼 因為我們觀察到 在都市裡面的一般消費者 平均他可能經常性 就是兩到三趟的起程 那我們有沒有可能提供一個 通販價100塊油漲 然後可以讓消費者 在選擇的時候 是非常直接 可以輕易的使用 因為每一趟的行程 經常其實是15到16分鐘 那我們就給足了這個20分鐘 讓消費者不在那個1分鐘 2分鐘裡面 急於去做這個 這個環車 或者是很rush的一些 這個移動的體驗 所以我認為這個Wimopass 在我們從去年9月底 推出之後 現在目前都有非常好的數字 那當然 等一下 剛剛看到蠻多舉手的 可以歡迎您多多支持 好不好 等一下出口出我會立刻檢查 這樣 好 那不只 如果在座有學生 我們接下來 這個可以頭頭說算 那個行銷就還不能這樣 我們現在跟博恩的小巨蛋 會有這個合作 所以我們在Wimopass 還有我們的那個UBA 這個大隊籃球也有廣告上的合作 所以我們希望貼近 所有的年輕的消費者出去 然後在每趟的移動之外 因為移動本身不具有目的 移動本身 我會為了想移動而移動 極少數 但我會為了11住行 11住育樂 然後需要做到一趟的移動 那移動才有意義 所以我們讓移動變得更簡單 這個是 當時我們在推這個Wimopass 是很重要的一個想法 歡迎多多支持 那當然完成這件事情 乍看之下是很這個營運上的服務 但我們後面其實都是仰賴這個科技 剛才跟教授在聊 其實這些科技老實說 在各行各業裡面其實都已經非常apply了 但是要能夠走到大家的生活 都非常仰賴這些科技 要很穩定的運作 不管是我們這些車子可以被大家出用 透過App 20小時不能 消費者都能夠使用 我們的營運也是20小時的 然後還有就是為了要讓這些電子的管理 因為這電子的管理其實也是非常重要的 我在什麼是對的時間點充電 對的時間點換到電 對的時間點當車子出現在對的地方 其實非常仰賴到我們的大數據 跟這個我們充電的模型 所以我們就可以再讓這個電量 或者是能量的提供變得更 efficient 所以我們可以隨時知道現在 煤太車在哪裡它的狀態 然後確保消費者的安全是被保障 保障跟保證的 那我們可以知道消費者的使用的 到達成率每一趟消費者 我們知道現在這個 現在是禮拜四個中午這個時間 在台大周圍經常性可能 因為當然會有200到300左右 在這一個小時裡面 會發生一樣的騎車的需求 所以我就希望在一個好的 車輛體重底下來服務這一區的 台大周圍的附近的消費者 這個是我們從數據裡面已經做到 甚至是實作上也是我們日投的數據 去進化我們的服務的品質 所以我們知道各個區域 在不同時段的區域性的移動的分析跟價值 那我們消費者的雖然是一趟移動 但我們因為車上有裝這個tracker 然後它可以在那個消費者 有任何異狀或傾倒的時候 我們是可以我們的客服 是會主動拔忙扣去關心消費者 去遇到一個撞擊事件 或者是有車子傾倒的事件 一樣消費者 有很多消費者可能在那方下會收出錯誤 不確定狀況是什麼 但我們都會做到主動式的這個去關懷消費者 所以可以看到消費者一旦產生這樣的事件 我們的客服就會收到一個統計 好 那當然我們跟每一台車 因為4G還是有它的局限性 它的基準度是150公尺 但找一台車如果差了150公尺 可能對消費者的體驗就會差很多 所以我們在跟Google 在亞洲第一個合作 就是透過他們的Airport的API 然後讓每一台車的環境跟基準的定位 它可以讓每一次的定位 會小於25-30公尺內 那對消費者來講25-30公尺 就大概這樣的距離 我都看得到車 所以你看到的那個點 基本上就是車子一定是 視覺肉眼上就可以看到的 所以這一步一步都是我們很重要的一個 一個不斷的在後面去支持這科技的提升 然後讓消費者更好享受更好的體驗 那相關消費者的這些數據等等的其實都是可以 給消費者去做取悠使用的 所以我們自己有這個租還站 在信義區 經常騎這個共享義區的消費者都知道 在信義區基本上是WIMO的天下 因為我們在WIMO WIMO在信義區裡面有大量的這個合作的停車場 是可以讓消費者直接進到這個A9 A11 甚至是威秀的地下停車場 都是直接你在這個里程裡面是直接包含在裡面的 就是WIMO買單讓你停進去跟起出來 所以相關的這作案單的解決方案 我們也沒有人在那邊顧及 但我們還是跟機車場串接了大量的技術 讓每台車是可以被辨識 然後進出場 然後我們做了很多的車輛的分析 然後知道這個程式 因為我們在這程式裡面有7000台車 我們在車上裡面裝了一個Sensor 我其實是知道這個程式最動態當下的環境狀況 所以我們跟邰克大合作在一年五多前 我們在針對這PM2.5的即時的資訊 其實他們也做為非常重要的一個參考的指標 等等的 未來也希望做到這個即時的影響偵測 有任何地方 有任何的不幸的事故發生的時候 我們隨時可以支援這個城市 這個Servilience的再升級 未來當然我們想像到 人車路 人跟車可以溝通了 車跟路可以溝通了 然後人因為車子可以溝通了 可以增加這個 大家在這個城市裡面移動的一個安全系統 所以車子跟車子 他們之間的資訊的交流 然後路本身路況回饋到車子本身 那等等的這些 都是一直讓我們在這V2X的環境場域裡面 不斷的再去思考有什麼樣更好的應用 那都會在V2X的存在的每一天 不斷的去思考 然後去做到一些應用 那除此之外 最後一件事也是 我們其實在雙北跟高雄 因為有了這樣軟硬體的核心能力 我們把共享機車做好以外 所以其實從去年8月 其實在我今天自由之後 我覺得蠻重要的是 這個使命這個能量 不能只是V2X自己一個單獨往前走 因為還有更多的夥伴 是可以一起加入這個行業 所以我們認為 會有一些很好的夥伴 叫做傳統的租金業者 傳統的租金業者 他們遇到的問題 就是他們一樣有這樣子的車輛 是經常是希望消費者去住用的 但是過往他們不管是基於他們是站電式的 或基於他們的營運的量體 可能經常都是買來一台的車子 所以消費者要去找到他們租界的那個難度 其實是相當是高的 但是我們不一樣 我們有百萬的消費者的擁護 那對這些傳統的租金業者 他們有了這些軟硬體的能力 就可以立刻把他們的車子上架到我們的APP裡面租界 所以從去年我們剛才在跟金門的這個 就是在地的非常知名的一個租利業者 合作了150台的電動自行車 那到了正宗 其實我們正式上架了WIMO的電動騎車 就是我們跟小馬車車合作 在全台灣這個六度以外 還有另外四個城市 新竹、彰化和花蓮 這總共全台灣的四個城市 那只要有我們車子的地方 其實透入WIMO的APP 其實都是可以直接建預約點選24小時之間的 所以當我們實踐這件事情 我們不只做共享機車服務 我們也把我們自己的軟硬體能力 共享出來給我們 相關這樣車輛租界的夥伴一起共享 我相信我們就可以加速這個黃季 更快變得從油轉電 然後從自由轉共享的這個行列 所以這個一推出當然就是這幾天其實 這雖然只有短短三遍的時間 但這幾天的這個註介器都已經 預約一口了 就已經到21還是22號以後才註解得到 那這個基本上消費者現在就透過WIMO就可以了 可以去註解到這個電動騎車 就是這個現代的IOS S-E-Train Taiwan 賣到一輛都不剩 交貨要等一兩年的車子 在WIMO-APP上面都可以註解得到 所以這是我們的期許 對我們自己的承諾 對這環境的承諾 所以我們透過這樣的方式 因為我們能夠提供end-to-end 一台車輛到一輛消費者 整個後期的迴運的整個know-how 我們可以跟更多運去更多載具 現在看到的是電動自行車 電動輔助自行車 電動汽車 未來只要有任何有這個駕駛資格 能夠租借到的運去 其實我們都可以引泡這樣子的運去 被消費者所有租借使用 所以我們希望WIMO-APP 承命我們自己 在讓城市變得 smarter 跟 greener 上面一個 better world 我們其實是很努力在這條路上 在每天的組織發展跟推崗上 希望我們現在在2023年的關鍵的時間點 如果未來和你來講 這個會有一個 policy可以做到的 這個探牌的下降的量 如果我們可以在 不管透過我們自己一己之力 還有我們帶動產業轉型的這個力量 我相信這個政策在允許跟資源的狀況下 我們可以成為這個一直讓這個進行探牌的承諾 更加速跟加劇的具備時間的一份值 以上是WIMO在ESG上面的一些分享 好 謝謝大家